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国经济快报 我是李磊 最近在注重环保的产品 受欢迎程度以丝毫不亚于性能卓越的产品 在制造阶段就实现材料单一化 而易于循环利用的统一材料也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 其中展示各种优秀统一材料产品和构想的统一材料庆典活动 拉开了帷幕 现有的牙膏软管大约有五种不同材质所所成 无法实现循环利用 但这家企业仅用一种材料制造牙膏软管 牙膏用完后 软管可以实现百分之百的循环再利用 单一材料是指将构成现有产品的零部件与原材料的材质进行简单化 单一化的一种有害物质少 循环再利用程度高的未来性环保产品 该汽车内部零部件使用了通过材质简单化 提高资源循环利用 降低循环处理费用的统一材料 不仅提高了燃效 还具有减排二氧化碳的效果 非常环保 将传统自行车轮胎的零部件原材料数量减少至一种 实现百分之百循环利用率的统一材料自行车轮胎也在展会中亮相 本月20日第三届统一材料庆典活动 与第六届应对国际环境法规模博览会活动同时举办 该活动的宗旨在于提出环保技术的未来前景 加强全球绿色竞争力 当天共选定七项优秀酷响与产品其中包括 将在汽车防撞护垫上固定安全气囊的零部件 以同一材料进行一体化 实现百分之百循环再利用的零部件等 除此之外还举行了介绍各个产业 各国国际环境法规等最新动向和企业应对势力的研讨会 相关人士表示政府将把本次所采纳的构想与研发挂钩 为提升其产业竞争力 提供多方面的支援 记者报道